经常从马来西亚往返新加坡的朋友想必非常清楚 最堵车的地方在哪里就在关卡 而今天一早有许多网民就在面子书上抱怨了 说新加坡关卡那里就大堵车 在新柔关卡他们至少塞了大概一个多小时 另外还配上一张照片写了一句话说 一个小时了都还没有到半桥 那很多网民看了都觉得哎呀挺可怜的 但是大家都搞不明白 你堵车怎么会堵到这样的程度啊 到底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呢 那在告诉大家为什么会堵得这么严重之前 要先给大家一个心理准备 因为今天过后呢 乌兰还有大市关卡恐怕会更加堵车了 因为今天早上新加坡移民局还有关卡局就发文告说 从今天开始所有驾车进入或者离开新加坡的旅客 在乌兰和大市关卡那里都要通过 Bioscreen指纹认证试验才可以出入境的 那文告还写到车内只要有六岁或者以上的旅客 在坐车或者开车出入境的时候 那车里所有的乘客都要下车到关卡的柜台 扫描指纹 简单来说呢就是这样 你必须像这样哈 你要下车到柜台交护照 交了护照呢就把你双手的大拇指都放在扫描器上面 然后呢 通关手续完成了 你就拿护照回到车上 那这三个步骤 交护照 放拇指再拿护照 听起来很简单 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你快 你不拖 基本很快就能过了 只不过场地上的通关者他们可不认为这真的能够做得很快 那南洋商报今天就访问了一些新加坡的开车人士 那有人说 他的家人每个月都会驾车到新山一两次的 而且每次都是一家四口一起去到新山买东西啦吃吃饭的 那如果每个人下车都要花至少一分钟 算他一分钟来扫描指纹的话 这样来来回回每辆车的通关时间呢 就会被拖到很长很久了 所以以后一定会更加堵车的 其实呢 新加坡关卡在去年四月份开始就已经在张仪机场跟陆地关卡呢 推出这个Bioscreen指纹认证系统了 也就是说呢 不只是搭飞机 巴士啊 还有火车的旅客 还有这个开罗里 货车出路径的朋友都需要扫描指纹才能通关 而且呢 那在今年一月呢 在乌兰根大市关卡那里开的164个摩托车自动通关台呢 也是带有这个指纹认证系统的 也就是说现在只不过是这个系统延伸到驾驶人士身上而已 这个系统延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